歡迎第一次通過了 蘇環宇架戶議錄比提名人賴浩敏 還有蘇永慶的臨屬董議員 賴浩敏跟蘇永慶是以過半票數通過 跟馬總統關係親近的蘇永慶 拿到的票數比賴浩敏更高 今天民進黨三十三社會議員 全部是到反對票 國民黨雖然共調說一票都不可以借 不過也是有人照票 會知道欣賞的李煩宇基行 蘇環宇政府跟兩位科技委員 比提名人還可以跟民主的董議員投票 條件都夠結論完 但是歡迎不一樣 尤其是在屬於政府議長比提名人 落後面跟蘇永慶的臨屬董議員 國民黨是支持 但是民進黨是反對到隊 全部都要投反對票 規定每一個黨籍立委都不能跑票 要票票入櫃 每一票都要開出來 有黨團的這個指令 基本上對於這個 司法院政府院長的投票 基本上可能不會很贊成 國民黨如果票能夠多投的話 應該是可以順利過關 在議長結束投票 開始正常開票出票 一百十立選的立委 裡面國民黨三個親家 一個只簽到沒有投票 不然這個立委空輸入親家 最後落後面是在到七十一票 黨議 三十四票反對 所謂是七十三票黨議 三十四票反對 因為民進黨三十三的立委 全部都是投反對票 所以最好這票所憲使 還是有部分的國民黨立委照票 但是投票結果 還是他過半的票數 通過司法院長 副院長 落後面跟蘇英卿的臨書 在這中華報道